职业对抗路的预判有多强 酷宝真的是练过呀 我的好酷宝 终于荣耀50星毕业了 太不容易了 终于是打毕业了 可是没动画呀 只能选这几个 选哪一个呢 嗯 叶魂战神 荣耀刺客 输出机器 选哪一个呢 王牌助手 这么低调嘛 整个王牌助手 不能改的 那我们一定要考到真主 也许霸子嘛 感觉好像特别牛样的 就选这个 高低没了 开大最后两下 把上次高低给破完 高低没了 破掉了三高 最把要没了是吗 不会的 破三高 才是游戏的开始 兄弟们 挺住 挺住 挺住啊 两个人做人直接集火上去 联合权先带走的一周一波 团战先把YSRPRO的核心点 逐个集火 弄到这损织一手 全的尴尬 尴尬 还是想把兵线给运进去 但是幸运的快扛不住了 我给他们没有 中战士一针的位置 被林梦给开掉了 花海也留了下来 但是咬不死 再被林梦给进来二连击破 这个震神 吃了XYG的军心给震下来了 小兵正在前进 英雄只能后退 我们的SG SYG 逼逼 逼逼 逼逼阶段 再见 拜拜 没错 为什么逼逼大仙要离开一会儿 这个习惯保持了一年了 最早的时候我们弹幕经典三大旋律 逼逼 逼逼 教练 我不想面对这些弹幕 所以我就离开一会儿 逼逼大家自己讨论 反正你各种说好跟不好 最后赢了什么阵容都好 输了没什么好说的好不好 没啥意义 然后粉丝给我的说法是搬掉了破绽 当然最离谱的说法是我去打了个电话跟教练讲要学什么英雄 打电话给教练了 我觉得就挺可爱的好不好 让我也觉得好兄弟你也是非常高顾我啊 你从王者调到星耀山上去 找一天状态好的在上 我没办法感同身受 虽然我会打得磕磕绊绊 但你会看到我的心 要么就是原地不动 要么就剪一两颗 我从来还没经历过调断这么个事 你说你一天掉三个段 我真的很难跟你体会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炒菜是比我炒的酸的 你说你看我这不就 我什么时候连掉三个段 没有吧 十三年贵怕是忘了 十三贵也才只掉两个段呢 再说我十三年贵的时候 我绝对是王者十多颗星 我怎么可能从王者掉到星耀二 星耀三呢 我的实力已经摆在这里了 即使我用一只手啊 我也不可能会掉那么多 用一只手上 吹吹吹吹 调玩笑学当真 一切美好 九月在龙坑后方 手里捏着大招 看能不能抢一下 可以给个开前PT 进行尝试什么新一颗雷尔 全市后 好好好 小主宰 大主宰 大主宰就好了 大主宰 大主宰 兄弟们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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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全市 九月 我的天哪 九月 没开二度 KPL场上的一血 到底有多快 哈哈哈 这一局拿到普通 他在近两周的 近两周的常规赛的 险赛中 都不过多了 小鲜 你走 nice 34秒爆发一血 看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 每晚去的办